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今天市民臺肥安慶豐小期 最像大家看到 用來把農機肥在港洲 整個油鏡、油鏡鬆 整個港洲的地點安排面積 農民為何會向政府小提出台鐵 都會進出 讓農肥在貸款、賈錢賣 來到農機肥 後來要把小提出台鐵都進出 不要正經由委內有庫內的聽盤 讓鄉多來到農民牽引 這次市民臺肥安慶豐小 因為在貴家發電線 全部小提出台鐵 鋼中免費有118公元自重 報韓眾埔日北 將會共鋒、封鎖、封鎖 到封鎖的時候 減貸有128公元安排 所以這次直接創造這幾個 就讓它提出台鐵 這次市民臺肥安慶豐小 當然也有提出台鐵的農民 今天要到這裡鄉下討討 這裡在南京市民臺肥安慶豐小 開肥安慶豐小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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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進行 和他們網上的 超編 車期間 出現 歡迎來到台語 今天要去 HUD strip 紅茶、封鎖、煲餬、 violence。 空洞、敲人、索貝、稱、白鎖… 空洞、 devielen、糠、封鎖、炑等、相識、百強、章、eden、燭封鎖 先來張議題 今天為大家集團參加 來體驗來兵 在這位為大家集團 會讓你領域的農業所 當地分屬的分屬中 楓聰英 王文芬署長 你好 小晴好 各位農友大家午安 歡迎分屬中 請聽聽會讓你集團 會讓你發熱農過沖蓋 不願求贏人 這段發 伊姓桑 余先生好 各位農友大家好 歡迎 請聽聽聽 為大家集團 為大家集團 立法委員 蕭姆勤 蕭委員好 各位鄉親 大家好 委員的發覺法官 又長班嗎 一長班 好 感謝三位臉賓 剛才現場 你要看到 你逢人家 有共同體驗的發覺鄉親 還有你把農民配合做到那篇 也分享大家 感謝大家 大家好 好 採營品以度的慣性 百分之一致自簽 你記得雅雷杜雷是一個採訪 你先來看來團結米西亞 看了解 就帶大家來實驗給你們的認真有理由 由農劑不配 油膠油鏡送 藏著在台面只給天窮 不但請按照 大天季 過無季 甚至在外國季 大腿都會由台 由局 家庸市为了向盈政府小提出台天都给争车 农民众位退款要不要记忆 如果签就很忙完帖 都记得减薄用不了 因为台天都为了自三个土地 在地压吃签 台天都在港中面积 发连中备去决斗 中央有1000両包人贡献 台天都尝尝的技术专州 政府所鼓励做完也有困难 与封面东半普改天是挑起来没有停车吸引 但与封面所用的冬季也不要买用 报修的技术 从水天的技术 手上动作 没法就有用 一边说 因为我从报修 报修就有个人 有个人挑战 就有个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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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百年政府退行小提煮台天都会发发输钢铁 挑个鼓励枪烟准的鼓劲 露性蜜座六十三项 然后一种共温共的厅盘 会农民感性业到挑战 全部漏饭疏通 除了警察又比较挑战 不过很多农民感性的 会不会很难对 会不会走到这一回头 全推给台天都尝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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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推广的面积就有九千四百七十公元 减减多万公元 其中的超过八三 全部对中博额 达到百分之八十一 中博额面积有七千六百八十一公元 他出到少部分台天 两三变 其他人都做不到 譬如说 穿出狗子 雜粮 像小麦 台条 都有东西 二千七百八十九公元 你看到中博额面积 这些人发生 看来全推广台天都给人数千五三 有二千二百四十六九年 大家不要 这台天都做不到就有七百两三 看来就 你发年提起做不到的 你会把台天都非常赌 可能仗多四三又五三岩都 其中有七三都会佼佼公粮 从这部分来看 有提前的墙 都用手给做过 我想请教分数长 從這樣的一個結構圖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栽種的結構好像滿嚴重傾斜的 至少水道就占了81% 這樣的一個狀況 產量已經過剩 然後是不是也造成政府很大財政負擔 看到了什麼樣的危機 會在這次小大政策中 希望有一些細部的調整 跟我們說明 謝謝 好 謝謝 在小地主大電農市政府要做這個 農村年齡年輕化 還有根據規模要擴大這樣一個很大的政策 那在96、7年那時候推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全球有一個糧食危機的發生 那國內也是一樣有這種氣候變遷 糧食自給率不足的問題 所以在推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以這個糧食生產為一個很大的一個方向 那推動下來這幾年下來呢 加上氣候的一個這幾年是順利的 所以連續幾年都是大豐收 所以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呢 稻米的產量增加了很多 那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大電農這個重道的 增加的面積真的也很多的 那所以面臨了這些有關這個財政 還有整個過剩的問題 所以在這一波整個檢討這個調整過程當中 我們就想對這個小地主大電農政策 在這個種植作物的引導的部分呢 我們要做一些調整 那在調整的部分的話當然也要充分考量就是說 已經在從事做水稻的大電農的一個權益 所以會用這種階段性的方式來做一個規劃調整 階段性就是會緩衝期的 謝謝分組長 這邊我先請教委員 我們也一樣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構圖 其實我們不禁好奇 當問題發生之後 我們會想了解問題的源頭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稻米產量算是過剩的 會不會其實我們一開始就不應該追高 反而是鼓勵生產這種已經是生產過剩 可能消費量都還在下降的這樣的作物 所以現在就像一列火車 如果說火車失速了 現在要踩煞車可能會飛出去 這方面是不是也是挺憂慮的 其實台灣農業技術已經非常先進 那包括我們整個 所有台灣全台灣這個農地的面積 以及目前正在種植哪一些農產品 事實上都可以做更細緻的統計 那以台灣的技術跟我們的統計的能量 是可以去做預判 也就是說我們基於現在的產量跟土地的面積 以及種植的面積 我們是可以預判說 未來這幾年的產量大概會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甚至是可以對整個產銷 會不會失衡的問題 預先來做準備 那現在就是政府當年 三四年前來推出這項政策的時候 那很多農民現在問題在這裡 大家基於信任政府 想說我們就來配合這樣的政策 那本意也許是好的 可是當初在規劃政策 吸引年輕農民回鄉的時候 沒有想到下一步 結果到過了兩三年 發生問題來了 我們稻米產量過剩的時候 就以突然終止政策的方式 來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在終止收購工糧 當初是這樣的考量 也許現在在調整後會有其他的考量 但是在終止政策的時候 又沒有想到說當初配合你的這些農民 甚至是回來投資大量的機具 很多人原來也有別的工作 好的工作 但是他回鄉來 這個槽都還沒組起來 還在初始的階段 政府又把下面的樹給砍掉了 我想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樣以後我們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以後我們再推出新的政策 要吸引年輕人回鄉的時候 而且這個很重要 其實大家住在花蓮 這段期間我們也觀察到 其實我們人口老化非常的嚴重 我相信很多老人家也希望 農村的人力能夠年輕化 希望我們家裡的年輕人能夠回來 希望說我們不要有這麼多的隔代教養的小孩子 只生長在農村裡面 所以我們也希望有政策能夠吸引年輕人回來 可是當政府對於原先推出的政策 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卻是用突然終止的方式 我想這個會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 而且會讓當初最配合政府的這些年輕的農民 血本無歸 這是我們擔心最大的問題 變成當初的好意不但沒有達成 甚至會影響到以後我們要吸引農民回鄉的政策 未來要推出政策的一個功效 我相信委員講出了農民的心聲了 這個當信任一段瓦解的時候 想要再回復舊治能夠再有好的發展 可能會有一個主力 不過這邊我要請教我們分署長 當我知道說在這個議題發酵開始研議的時候 在農糧署這邊也開始做了一些細部的規劃 希望有一些新的研議 比如包括緩衝期 包括提供農民大電農們 一些新的部分選項 在這方面也是顧及到農民 直接會受到影響的權益方面 希望從Hankar就全改考量 那部分還不很強 分署長來為我們的大電農非常關心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那在因為全台灣都有大電農 還有參加轉做休耕的農友 所以我們事實上整個調整的過程是很長 那在全台也都開座談會 全台的意見 農友的意見我們都要考量在裡面 那當然也包括我們花蓮地區 大電農農友的意見 在這個農友承租的這個合約期限內 都不會受到影響 合約都會如期來走完 那將來舊的這個耕地 如果要再續約的話 我想這一段時間就是來做一個緩衝期 那會採取就是說租金獎勵或者是收購工糧 讓農友自由來選擇 那這樣我想也監護到就是說一個緩衝的一個目的 那同時在我們就是說財政不重複補助的情況 也可以兼顧到這樣的一個原則 是 再不傷害台田農改直接權益 然後也希望能夠延續地主 繼續出租土地的意願 這方面配套都在做 當然啦 堂頭分屬總改廣番 那你把農民偏右電話右問 在這裡坐著租農的請問 製作之前那你線在請問 那你給依信上我們的餘鹽救援 我想請教喔 我們就是剛剛也看了這些結構 來看到發現尤其在東半部地區 在花蓮地區來講 中部以北包含光復鳳林受風這些地區 為什麼大電農會這麼多 所以才會直接影響到 我們這些第一線辛苦工作的農民 他的影響才會這麼大 這方面你是不是跟我們分享 光復於北 大電農會為什麼會那麼多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修根地比較多 那修根地多的話 大電農才會來租 對 所以既然有活化修根地的政策之後 那年輕人就立刻會留 所以他的成長蓬勃會特別的明顯 是 其實唐國為我們說出來的議員 還有分數中在那邊做的公開 那你會想要請台下提出的意見本 你推檔會來賓 本地區本地區的了解 你其實小提出 台田都要精釋自重 你對剛才是一個困難 他用這地方會說出來的 請客修好嗎 反應一下 你跟台國說嗎 我是 我也是大電農之一 我叫陳秀吉 我剛剛也聽到那個署長他在講 補貼大電農 講到兩次之後要補貼大電農 所以我針對這一點 我要強調一下 補貼大電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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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沒有是嗎 我覺得沒有 連一重都沒有 因為那個雙重補貼 是所謂的雙重補貼 他把那個 給小地主的錢 小地主的那個 修跟錢轉嫁給我們 他本來要給他4萬5塊 4萬5嘛 因為不是你們收走 是地主收走 他真的他的地租給我們 他政府才發給他4萬塊 是 那政府才都賺了5千塊 他4萬塊 而且我們農民 有大電農有付出1萬塊的假地 所以說那個 地主小地主就給到5萬塊 是 所以說我們大電農的1萬塊 另外就是政府多拿5千 小地主多拿5千 他偏偏現在就好像天天都在講說 雙層補助 雙層補助 真的 有點委屈啦 委屈啦 有一點委屈啦 那還有什麼議題 好 感謝你跟阿爸 他就鄉親朋友的反應 你來跟他講 小地主啊 台田中的檢測檔核 退後來 本來要潤水的時間 警符的警笛 我們去就當3萬 你如果臨屎 他還欠天啊 所以早上 我們在潤水當困擾 你看 像那些潤水 便宜在那裡 有農民像 以前說 歐陽斑 歐陽斑 到他後來 喬喪音都拐煞了 都鋼燒 你如果臨屎 天下下去 變好 聽我 立福人來講的 兩種的東西 你如果現產自拆 便宜會掃進困難 搬款 所以要請問 我們來組長 憤組長 因為你家的計劃 土台 他們做在操績 因為他在貫荷 就讓他領民來搬款的死心 就像委員講的 把新交給了政府 那現在政府講的話 我們要再怎麼相信 那下一步該怎麼做 因為隆民黨相信 隆肥 隆肥 要一年退 要退 電話 隆肥 沒辦法退 要退 這問題我知道 謝謝 謝謝 分數長 他們農會想問 那接下來農會 我們要再繼續走下一步 要怎麼樣相信政府 來 和鄉親 憤委 反應了嗎 你來給姓桑 我這邊的合作班員 有一個20歲 我們的仰士凱可以站起來嗎 好 我們的年輕朋友 這個20歲還沒有當兵 他對做農非常的熱衷 他已經參與我們的班隊 想要進一步的加入 我們的農業部分 好 請坐 我們一個30歲 我們有一個生雄 比我還厲害 這有我的班隊 也是30歲的 班員都非常的年輕 就是想回江竹巢 是的 但是你要替他們叫去的什麼呢 我現在 請坐 我現在所要說的 我們相信我們的政策 相信我們的政府 然後我們這麼努力的 讓我們年輕人 能加入我們的農業 我們也投資了不少的機械 能夠在農業這個部分 能夠大展紅土 能夠有所得 能跟我們說明一下 你投資的機械有哪一些 多少錢 我烘乾機 割刀機 杯雷 還有插秧機 還有廠房 總共投資在2500萬 你本來就有這個資產嗎 沒有 那你的這些錢哪裡來的 我是向農會借貸 將我的土地 父親的土地做抵押 把主產拿去抵押 那你這樣每半年要還一次多少錢 我們整個投資額每半年要 70萬本息 70萬的本息來向農會繳金 10年 15年 像繳鵲蛋一樣 還要double double 那我請問一下 在你現在還有在從事小大政策的時候 是能夠支應這些利息跟本金的嗎 如果將來有一些政策調整 不再工糧收購或其他的變動 能不能夠支付你要繳交的這些貸款 当初我们的计划投资的时候 我们很精算的把我们的投资 可以在几年能够还本 而且能够有所得能力来缴付我们的贷款 因为在一个工粮的稳定的价格 让我们有信心说 我们的收入可以在稳定状况下可以缴清 还有生活可以更好一些 没想到这些政策的一些变动 让我们毫无头绪 毫无一个信任的走法 让我们还有没有办法再缴清这个贷款 我们还要不要再走下去 还有年轻人如何的在做农 这是我们的隐忧 村处长其实语重心长大家的心声 我相信你在过去不断的接触跟说明的过程中 都能够理解 那在未来的政策方向里面 这些我们在倾听农民他们实际的心声 他们刚刚提到农机具的贷款 显然是个大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有思考过吗 一些做法吗 整个大电农的一个辅导的里面 其实原先他的辅导的这个措施是非常多的 包括就是刚刚讲的租金 还有租金的一个奖励 还有一个那个低利贷款 比如说租金无息 或者是经营贷款低利贷款 甚至后面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技术服 改良厂的技术辅导等等的产销辅导 那现在在说整个的水道 因为整体真的是量过剩了 那造成了整个整个的一个压力 市场也有压力 那所以不得不做一个稀微的调整 那这个调整里面呢 各位刚刚有提到说 是不是有这个政府多重补助的问题 那因为政府任何一项这个支出 都是用这个财政 就是用这个支出 所以任何的都是叫做一个补助 那包括工粮的这个保证价格 它之所以能够支撑这么高的价格 比市场价格高 它也是一种政府的补助在里面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确实有就是说 多重在倒作部分 不同方向的补助 所以就会有这种要考量 来做一个整病的 那我想在未来呢 我们对这个大电农经营辅导 并没有停止 这个计划一直是政府很重要的 只是在做这个水道 在将来在新约 在找新的农地来做大电农 水道耕作计划的时候 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 脚步要再调整一下 然后要稳扎稳打 那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 把这个专业的重道的部分呢 朝向它是属于这个品质 跟竞争力提升的这个方向来努力 是 好 委员我也要问一下 其实我们顾及到农业永续的发展 就像你刚刚讲的利益是良好 不过这些显然在振痛其中 最实际的痛苦 不少委员这方面 在将来的政策 在谋合跟方向的确定之中 你会怎么样来协助我们的农民 那刚刚分署长一直提到 国家资源分配的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国家财政 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关心跟这个体量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严重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例如说我们农民 包括这个小地主大电容政策 如果能够成功的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回乡 来活化我们现在修耕的土地 那如果说我们的专家认为水稻 因为产量的问题价格的问题不适合 那我们专家以及政府有责任来提出 有什么其他的替代作物跟替代的方案 我相信以台湾的农业技术 我们都有办法在非洲非常荒凉的地方 去协助他们去种植一些农产品的 更何况是这个地方 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物 大家现在农粮署提出 那可以种飼料玉米 但是以东部的环境跟条件 是成本是不符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 但是现在的农民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所投资的这些机具 可能都是水稻的 这个就是当初政府在做政策规划的时候 就要去想到 不是一个政策推出来 大家一窝蜂去配合政府 信任政府 结果到最后受害最深的也是我们的农民 不过就延续为人公开博 公开的政策奉勉 那亚维强问我们的分署长 我们那时候在做政策调整的时候 也有对农民广部说 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 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米的品质 可能不是一味追高 我们希望把量提高 然后希望在产销方面 能够通路方面多多的加强 不过我要替农民提出一个问题 当初三年前在做小大政策的时候 有一些农民就很担心 也不大愿意加入小大政策的重要关键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担心将来这些通路方面 没有人来协助他们销售 所以就不大愿意加入 那现在就是担心价格崩盘 那农民们又要种又要卖 尤其是大面积耕作的时候 这些实际的困难 跟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方面 我相信农粮署已经有看到问题 那真的这样的问题 不晓得有没有未来一些因应措施呢 是这个稻米产业是在我们台湾 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永续经营 那在我们花东这边来讲 其实是对稻米 它是有很好的一个竞争力 那我想各位也看到 这几年在花莲跟台东 稻米的产业它的一个蓬勃发展 那我们有推动很重要的政策 比如说我们的品质竞赛 花东经常吃长盛军 那今天在公布的这个 今年的稻米品质竞赛 全国有五十几个乡镇 今天公布前二十名 在宜兰花莲台东 二十名里面我们就占了七名 那我想这个也是证明说 在花东的这个在品质方面 绝对是能够在台湾有一席之地的 那另外在我们辅导 要提升竞争力 包括稻米产销专业区的部分 花莲和台东的产销专业区的比重 占全台湾的百分之六十 那我想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只要我们是够好的 那这个市场这不是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竞争的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将来 我们在跟大家 家电农扩大面积专业经营的时候 我们也有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努力 端东要用给你讲发 我们第一年跟农民朋友 又也没说 平常这些都会不断断断断的 种米 种母 种母 种母的按摩班 曾经有法图 在做出自由品牌 也会说 航出七家街 小农生产之路 行销之路 你都想要做 不过问题是哪一位 你会记得客户部台湾 又也会自己讲出来的吗 请站住 你来看看 你来欣赏 台湾地吗 凤林的整个农民 休港的面积在哪里吗 天气 八十万公元 八百公元 天气 天气 八百公元 天气 农林均做的量 三千九百万万 天气做的量 三千六百万万 你的政府 就小地主大电龙的进车 送给他台价一百万 明白喔 如果农林均 改良气 他就少三千六百万 用杰杀了 农民的口罩宣法 他跟他最多门 养向农民的政法动态 因为农委会就救他们的措施 他就照顾他们的富裕 让我们抗亭 为四方的 错案 在看委员 为了农民发送 这错案 在送减亭的 四方下去 台湾的农民 他们一期少三千六百万 他就说他们做什么 天气的做什么 准备台天都被 死亡的 台湾都感受吗 你不要 政策不准了 就要签约了 事实上要签约 你说你 逢你之前要收港提水道 不过你和政府说 你找政府 但动态拓度了 你来说法 你接受吗 政府的政策 去当初就要退政策 去做不到 因为无签 特别农民的就在 企业 牺牲农民的生活权益 老农津签的签 老农津签的签 老农津签 挑签以后的无签的 由于到農民的签 那农民的签 企业不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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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感谢 来给你信赛 先生讲到 其实现在两期休耕 变一期休耕 其实还是 直接冲击到农民的生活 非常的焦虑 这其他乡亲片 有政典小提出 台湾都有日间反映的吗 请起来 来给你信赛 那你要讲到行销的问题是吗 如果说你把这个工粮停掉 第一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你们的骨子再去哪里 绝对是再给这个迷藏 迷藏 对啊 迷藏那么多的数量一来 要怎么说 把你们先砍下来 绝对是 所以你说没有保价收购的那个标准在那边 门槛在那边的时候 粮商可以任意喊价 他会给你砍啊 砍下来啊 我问你 一包骨子一千多 剩下一千块 剩下八百块要怎么顺我啊 会喊到八百块这么低吗 有口呢 不足成本 会 你不要想想我们后年症有吉甲地 全部 全部公道一里那个迷藏去 我问你啊 你以后要跟他说 你会收购加十二百金台湾多少钱 大家都知道吧 多少 你说出来啊 218人 你没有151嘛 你现在全部擠在迷藏啦 嗯 竟然打来就是这个 加十度闲门 对啊 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啊 好的 这个问题 我们待会就来请教我们的分数 谢谢 会不会将来取消了保价收购之后 粮商可以任意的宰割我们第一线农民呢 这既然是个大温号 待会委员这边也可以请他来抒发意见 他就兄弟朋友 那就是我们一次来发言完以后 同诚意见给达詹老门 你来欣赏你啊 最近跟 我伴伴记得讲的 输购的问题啦 有两种问题 我再补充一下啦 你说在那 米 输购的这边说农民 输购的 香港这边他卖了 肉不必摸 因为网络行销那边摸问题 但是就叫做农民无的啦 他在天上就不敢摸杀 他就 咕着不得去蒸 不得去熬食了 翻摸到天上就会 不得要谷 注意了 他因为阿安都市街市卖的 去这家行销的米 那米的就传到 见见米的 去是母亲户 架是在地 都可以做点啦 去网络行销这家做米 建立 建立这个品牌啦 没问题啦 因为台天都一天两三十架 15架 20架 很快 平均他在 7千架 平均他在 7百两三农民也跟田都没 他平均他才15架 但是我们就平均了喔 所以 他如果说 就在那边港去两三十架嘛 那边就叫他人 母一家出的 中间都关 爱民的啦 关于那些行销的 那边又发图啦 那边就去 分工合作啦 对嘛 那边那边 资本资出啦 那边又发图做啦 他要做丢劲 做丢劲 那边做丢劲啦 对嘛 那边都去 政府在天赋啦 像打招突 謀害他就暗不跳 禁門無事件 暗不跳都會是壞 因為可能港總英台提出可能年紀下台 對田樓 明如 還有許多 可能缺乏教育訓練 可能也無心理學習 可以嗎 所以行銷部分可能還是需要 有關單位的協力輔助 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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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欣賞 你還有愉快 還有鄉親朋友的反應嗎 不然你先放開眼皮膏 準備請你把推當禮拜祭福音 你先放開 你會給舉行儲度台下正義的小提竹台田 都會給警察挑剔 等到挑割有安於改鄉親的提出問題 廣州還有沒有再採用這些世界 來感應 任意的載隔我們的農民好心慌 還有提到問題講到 其實採用的皮膚動作體 因為土地比較膠 過去修根的體會合避 然後直接面對 直接挑剔的世界 為了安於改變法 農民用給我 他就講到農民有而重而有的 有沒有進行動困難 委員 當然這邊休耕地的活化是我們一直有的期待 但是如果現在我們因為稻米產量過剩 而衍生了這麼多的問題 當我們休耕地活化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要用什麼樣的替代作物 那政府打算用什麼樣的一個誘因 來讓這些農民覺得去投入去種植其他的作物 會保證他生活的一個穩定性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那麼第二個剛也有一位先生提到 糧商可能會剝削的問題 我想這是所有的大電農現在心裡面最擔心的問題 我們過去工糧這個收購 因為是有一個保證的收購價 那麼會同時也能夠確保這些投入很多機具 去血汗去耕作的這些農民 他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但是他們現在擔心的是 當我們這個最低價沒有的時候 跟糧商之間已經沒有了談判的籌碼 因為這些農民呢 等一下我講到第三個這個行銷的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擔心的就是這個價格大跌 影響的不只是這些大電農 可能甚至會影響到其他一樣是種稻的農民 因為這個糧商手上的籌碼更多了 這個量多整個價跌甚至會讓許多其他已經有在跟糧商之間有契約有合作的這些農民 他的價格也會受到影響 那麼我剛剛講的第三個重點就是說 當我們擔心價格大跌 也會擔心可能會中間會有這個糧商去剝削的問題 其實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在於農民 過去一直把重心放在怎麼產生最好的農產品 在農產品本身的種植跟品質上面 我們並沒有做好配套 也就是行銷的這個訓練 那可能行銷就是另外一種專業 另外一種技能 另外一種技能 另外一種專業 那不是傳統的農村裡面熟悉的一個技能 那我們整個直接從農民到消費者身上 我們現在很多農產品 農民賣出去的價格是這麼低 可是到消費者手上卻是這麼高 中間這些錢都是誰賺去了 如果農民能夠直接賣到消費者手上 他當然是可以有更好的收入 但是我們目前這個配套並沒有做好 也就是說我覺得政府是可以多花心思 在農村裡面如果我們現在農民 他覺得沒有信心年紀比較大 他對於電腦的運用 對於產品的包裝設計行銷 沒有信心 那我們有一些措施來鼓勵年輕人能夠回鄉 現在都市裡面很多失業的農民 農村到都市裡面去打工的這些年輕人 他願意回鄉 但是我們要有一種機制可以保障說 好 回鄉來做這些協助行銷啦 電腦設計啦 產品包裝 讓他生活能夠過得去啊 是 相關的問題我們也非常希望 我們農糧署這邊能夠得到回應 那在這個剛剛關心到說 修工地活化到底能夠種什麼 那其實我們真的是要做 適地適中的一個考量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目前有幾個專業單位 在協助來做推動 比如說像改良廠 縣政府等等的 會就在地的一個產銷情形 還有適地適作的這個原則 來做一個規劃 那我們重點的是想 還是想引導這種進口替代作物 那進口替代作物 包括目前最國際上都在漲價的黃曉玉 那這當然中間有一些是東部不太適合的 比如說飼料玉米 在東部的這個收益就真的不是很高 那我想但是像發展有機作物 或者是今天我們還聽說 有外地要來我們這邊去做這個乾煮等等的 那我想這些呢 我們在地可以來適合種的 那剛剛也提到說 將來呢 這個攪工糧的這個權益是可以選擇的 尤其是在這個舊約 續約的期間 在合計六年的期間 是可以來選擇繳工糧 那如果說您在這個銷售部分呢 自己自我行銷覺得說 比工糧利益兩個做一個衡量以後 還需要繳工糧 這個權益是可以保持的 不過剛才有說過了 你跟小提出台中都很少會轉眼 會有改變 不過有個總部 台下鼓勵總部 幫你處理黃曉玉雜良作物 不過這農民總統反映說 你花蓮天氣很快就沒有是合種 抓到小麻 又在台下鼓勵講 我們聽到有請到余先生 我們農民其實有反應呢 隔了一條中央山脈 東半部跟西半部的天候環境就是不一樣 土壤也不同 所以有一些雜糧 是不是有真正市地市中的問題 黃曉玉在花蓮是種不起來還是很難 還是其實可以的 沒有種不起來的這種迷思 請跟我們說明 其實我們東部跟西部差就差在有個中央山脈 所以我們東部的話 日照也比較不夠 所以日照不夠的情況下 我們土壤也比較淺 所以我們種出來的東西 往往用產量來比的話 跟西部來比的話 可能會差一點點 那至於剛剛主持人問的黃曉玉 像黃豆飼料玉米小麥這些其實都可以種 只不過我們的產量沒有西部高 那沒有西部高 那像我們最近這幾年我們改良廠 也在推有機黃豆 那也在我們鳳林這邊 三星那邊也推了兩公頃多 那在華蓮總共也有十幾公頃 那目前好像銷路還不差還不錯 那另外還有一方面 我們也知道現在國內的進口雜糧的需求 或者是進口總額都是年年攀升 一年像小麥都有100多億這樣子 那他傾銷到台灣來 他的進口價盤口價都非常低 那可是跟我們農民 我們農民生產這些雜糧的成本又很高 這兩相對撞 我們怎麼打得贏那些進口的呢 所以我們怎麼跟進口區隔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譬如我們做有機 我們國產有機 我們強調新鮮 然後節省還有運輸的成本 也省碳 節碳這一部分 那我們用這一部分來行銷 那我們可以把價格稍微抬高一點點 是喔 委員 那這樣照農改廠的說法說起來 是希望說做出產品的差異化 當然就是把品質提高 似乎就可以來因應解決這個 從這個鼓勵轉座的這個大問題 就好像可以有一些方向 你覺得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現在政府也開始在一窩蜂 就是鼓勵雜糧轉座 鼓勵黃小玉 那我希望說這個也一定要有配套 不要變成大家現在好 現在水到過剩啦 那我們接下來如果休耕轉座 這個休耕不再補貼 要大家再去轉座其他的作物 我們是不是產量會更大 會有更嚴重的這個價格的問題 那鼓勵大家去種別的作物的時候 這些別的作物有沒有穩定的市場 我們政府能不能提出這樣的保證 你現在又叫農民相信政府 信任政府 大家去種有機黃豆 當這個價值沒有出來的時候 當我們沒有一個穩定的消費市場的時候 或者是產量的時候 這些農民又該如何 我覺得有很多的配套 可能我們還要去做更精緻的規劃 那我覺得政府也需要跟農民有更直接的溝通 不要只是在台北的辦公室裡面 去憑空想像 從傳統的這個市場機制 沒有一個這個第一線的執行面 去思考我們的政策 是 謝謝委員 其實你挑割村民台府有訪問過 農委府的主委 警察說 在那裡都要整齊台庭 我們會鼓勵 緊張消費量一直持續下降的作物 所以鼓勵台家在尊重農民 這些雜座 包括黃曉玉 希望降低我們對進口的依賴 大方向這個利益是良善的 你們都看到 其實總理要跟他接觸 有幾個困難 實際困難 看到第一次 幾個年齡是Q5 我們小地圖大電容現在 中無二學道 東東上條做的 因為他做的用機器法 機械化 不過從小忙也好 從報修也好 英勵的學校 他跟農業商品 台北對老人年口結構 也是越來越明顯 所以他做的 他跟他新一家 新一家新一家 新一家新一家 他跟進口的 加速動彈 聽說你跟內斌 也有說 進口的盤口價都非常低 已經有時候才10出頭 不要打一張 他跟他不要加速動彈 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的分署長 既然我們要鼓勵轉座 有沒有包括一些 在銷售通路上的補貼 或者在收購上的補貼 讓農民基本上 在經歷過這一次的 一個動盪之後 能夠先建立他的信心 然後能夠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慢慢我們再繼續努力吧 農民有的是體力能力 對不對 我們台灣的農民會增強 你要奉勉有口呢嗎 有關這個雜糧 因為現在每年 進口量真的很多 我們在鼓勵雜糧生產裡面 在這個玉米 過去是用政府保駕收購 直接收購進來 這樣的一個制度 跟整個WTO等等的 都是相違反的 是違背的 所以在我們這一次的 鼓勵雜糧 飼料玉米生產的時候 是採用這個 讓業者直接來做收購 所以是由省農會這邊 來做一個共同的 一個消購的一個窗口 那省農會這邊呢 經過協調 以在目前這一波的 這個國際價格裡面 他現在是以9塊錢最低價格 來做一個保證收購 那如果將來他收購的這個玉米 飆售出去的時候高於9塊錢 那高出來的那個部分呢 再把9成再回饋給農民 那我想這個另外一種呢 有自由市場的機制 來給農民做一個收益的一個保證 其實說起來也是產地保護的一環 那另外我們還鼓勵一公頃 基本的補助4萬5千元 那像另外幾個 像黃豆跟這個小麥的部分呢 我們也引導這個國內的業者 來跟農友做契作 契作 那目前像這個小麥的部分 也有國內大型的麵粉業者 他們希望用國產的小麥 也有這個品牌上市了 標榜純台灣的這個小麥 做成的麵粉 那大豆的部分也是 剛剛我們改良廠魚專家也提到了 我們在花冬的部分呢 最有利的就是我們的條件 做有機的條件 那我們的黃豆的價格呢 跟進口確實是 冠型的話沒辦法比 但是我們的有機的話 是有競爭力的 那我們想這部分 很需要大家可以再來 可以再來做一個投入 是 種稻 既然這麼好 為什麼不要在花蓮縣 來市地市種呢 就乾脆說 花蓮就讓農民 開放農民去種稻 因為以我們這邊為例 我們來種那個薏米來講 絕對不會超過3噸 不會超過3噸的話 3號就給你3 9 27 27 2萬7 2萬7的話 如果在政府轉做補助 再給你4萬5 就7萬而已嘛 但是我們這邊種到 隨便種的話 你知道8千斤 9千斤的話 他一甲地有11萬以上 我才能量增大 你在這支間裡面 你又差了4萬多塊 哪個呆子 會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的農民啊 從來都沒有種過小麥 會怕 還有一個因素 鳳林 我們這附近都是老農啊 老農我們講實在的 跟做做一輩子啊 做一輩子喔 做種米就沒有辦法做 就要委託大電農來做啦 你現在回去請老農 回去做黃小益 有困難 那絕對有困難啦 那政府的利益 我想要講說政府的利益說 希望農民兩期變一期 讓他復耕 但這個結果 我看到的 絕對是廢耕啦 那廢耕的話 以後你看農村裡面 又更多的 剛才講修耕 我原來鳳林為什麼這麼多 我修耕原來是 1千多公頃的 那這次我們總共 我推了588公頃的 小地主大電農 裡面差不多是 將近500公頃是重到 所以我想說 在政府在 因為既然剛才 我們分數長也講過啦 那我們改良才也講過 我們這邊真的是日照 日照不足 各方也不行 既然種米最好 20米前7米 都是在我們這邊的話 是不是我希望啦 就剛才花蓮 你們就全部可以種到 反而利用 利用我們的優勢條件 來東部的稻米生產專區 這個就是市地市種了嘛 那你自己再講 給他種黃小益 我看到的 絕對是 我看到不是復根 是廢根啦 反而利用他原有的好條件 來發展他更多的利多 優勢相承 來給鄉親 大家都一直在說生產 但是我們要把這個生產的農作物 怎樣把它消化 消化你就是要經過附加價值是加工 客家米食大家每個太太社區的這個農村婦女都非常棒的手藝 我們是在可以特別的一個區域辦米食的活動 你看旺旺你看旺旺旺到大陸去都旺就是米食 米食加工一個產品是非常的廣 可以做成蛋糕麵粉的那個麵包 這個是可以在鳳林 特別去做一個專案的一個專區這樣 因為有一群客家媽媽太會做米食 好謝謝 還有其他鄉親朋友 你大陸讓政府鼓勵你們出的農 不要被騙的農民 你們是三個幫助手 來切的 你才不會弄機的餘養給我什麼問題 怎麼會用來買呢 沒錢給你買呢 沒有錢給你買呢 我問你政府用不不騙我們農民 你們做人動的幸福 剛才美國老公說 你政府有誓言要做報修 要做報修 要做報修 去理查這天 所以做報修 做報修啊 你都記了 他才敢賣嗎 你賣到政府沒有夠便宜嗎 沒有夠一百的嗎 沒有夠一百的便宜嗎 不想知道要去休息一下 好 基督啊你啊 我今天也要給我們出名台 學校添汰 不然他們都沒有信仗 要今天說出來 沒有實在你的信仗 沒有要來討論你啊 好的 再到家裡來 你的用心跟用力 我們都會跟分數黨講 好 出來添燒 非常感謝 了解信仗 謝謝 我們弟喔 兩篇先從有哈孝桑給你 你給台天喔 做得要讓你分享一下嗎 聽說過分其他記憶 有哈孝桑給你嗎 哦 了解信仗 信仗你喔 你做得讓你講一下嗎 你是幾多煙池的 你們喔 66煙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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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算是在35歲喔 當孝桑喔 36 喔36喔 昨天讓我跟妳講一下嗎 你本來哪一位造成的 也敢演因為全都 鳳梨兩篇在造成的 挑白的在共體上造嗎 他知道我們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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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再說 我高級說來做那裡 我們要做 那時候問天在那裡挑路 我就說做那裡做 那時候問你講 大陸有簽兩萬修圖的 那 有聽到的 剛剛扁樓 很快就沒辦法了 你全都逢你幾年了啊 鋼總 因為我跟那裡檢測做的 所以說 那裡有三年了 就跟著這政策回來 已經回來 回鄉第三年了 對 你有巴債嗎 我現在還有 那個我名下登記的債務 還有將近三百萬 三百多萬 不過我也要想問一下 你還這麼年輕喔 路還很漫長 有沒有可能這樣 現在政府也提多很多的配套措施 緩衝的辦法 種雜糧也好囉 自己銷售也好囉 動動腦 然後鳳鳴你的市場 你做得到嗎 做得起款了嗎 如果說叫我們再重新 再繼續投資來講 一點我們的債務太重了 我們沒有力氣再投資下去了 第二種的債務 如果說 再種植其他東西 我們可以去再嘗試 但是 可以嘗試 但是技術上我們不會 而且也需要時間 政府這個調整的速度太快了 調整速度太快 就算想學習要跑 也得有時間讓你們充分學習習跑 我回來三年的時間 前面兩年幾乎在半學習半摸手 到了今年以後 才正要上手 才開始已經會賺錢了 是 前面我說說 有賺 賺也是小賺 賺了很多 但是現在就開始 慢慢成績 慢慢接近比較有理想 可是收益 達到我的目標 越來越接近了 但是政府說他要調整 那現在 那我要再重新再學習 是 所以分數長 年輕農民的心 我們絕對不能夠 把他們交習了 他又去到鄉親北 有個匯豐議家 你剛才邀請退黨裏面做回應 看到這個 政府大力在推小地主大電農的政策 然後我就毅然決然就放棄這個 一個月九萬塊的高薪 然後回鄉來投入基層的農業耕作的行列 這些年投資在農機居的購置 差不多花了差不多一百萬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土地啊 差不多經過多年的修耕 然後土地都變形了 然後就差不多也花了這個20公頃 差不多也花了一百萬 來做再進行這個整理的工作 整理啦 對 然後讓他適合可以種水稻這樣 我真的 的確 因為有盡個人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心力 來做出個人的貢獻 是是 最近聽說我們的農業政策 小地主大電農這個農業政策 又有一點變動 那我心裡就真的是很惶恐 真的很害怕說 投資大量的這個心血金錢 可能會血本無歸 希望借這個節目啊 大聲的呼籲我們的政府 切莫用一紙的公文 來 定 來決定我們小農 未來的人生 這個 整日啊 在風吹雨淋日曬 這個辛勞的耕作 剛剛其實不管是老農民 還是年輕農民 他們的心聲 其實我相信都一樣撼動著你的心 針對他們的發言 您的回應 並且做結論 將來的小地主大電農政策 也跟大家再強調就是說 它並沒有停止 一直還是會持續推動 那將來在這個 就合約要續約的這段時間呢 各位的要選擇繳工糧 或者是要選擇領租金獎勵呢 也是都可以有這樣的一個選擇的權利 那我們也希望說 將來再也跟各位一起來把這個小地主大電農 中心水道的工作 過度時間也能夠過度的很好 那將來我們在地的這個水道的行銷的部分呢 也有一個發展性 這邊余先生我要請教 剛剛農民有反應的 好 其實我有心想做 但是總要讓我學習助跑吧 這方面農開場會給予最大的協助嗎 我們農開場每年都有辦很多訓練 那各位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去看也報名 或者是透過農會來報名 我們都有開很多一些像有機 有機果樹雜糧那些 都有很多這一部分的訓練課程 還有以上 是齁 好的委員 你剛剛說了一句話很重要 政策的東西往往是千億動百 而且影響的是百萬人的生計跟生活 今天這樣的一個場合 大家談到了未來在政策上 尤其是小地主大電農這一塊 您在立院上面還會怎麼樣給予監督 那我希望今天的聲音 也希望這個農委會能夠加以重視 尤其是在東部地區 我們適地適重的這樣的一個因素 以及我們許多的這個農產品 也許它真的品質比人家好 我們確實是有市場區隔 很多農民他要的就是一個生活的空間 一個生活的機會 那政府在看的可能是全國性的一個大方向 可能看的是財政的赤字 但是這些都要搭配著我們的民生 一併的去做考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策 如果說能夠不要貿然的就把它終止 現在農委會花很多的錢在做廣告 在做小地主大電農的廣告 因為他知道大家有反彈的聲音 但是我寧可這些錢用來繼續的來輔導 來協助我們的這些年輕的農民 讓原來的政策美意能夠繼續 讓原來這個政策希望達到的目標 有真正達到的可能性 那我們再來做一些調整 那今天很多實際的例子 真的是可以拿來做參考之用 那我也希望政府真正能夠來傾聽這樣的一個意見 這希望分組長 這個回去這樣的意見 能夠繼續的來跟中央來做表達 讓這個花東地區的農民 所面臨的一個特殊的環境 特殊的困境 交通不變成本更高等等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能夠加以考量 也謝謝委員 非常我們關心 如此關心我們東部地區農業發展 關心我們第一線的農民 也非常感謝三個禮賓 我們基本上去 我們進行農業和進行農業 可能會給它增通期 不過我們要擁抱 我們愛的故事 穿得很快 萬一的配套出事 本大家應該 大家辛苦 各種人應該都做得得到 本單手會優待會去 我們出民台肥節目 都會七十項的國際 會讓所有農民在心上 讓他們會新鮮 反應他們在心上 本所有的公僕們 才做到整齊結束的世界 又以照重量來參考 今天就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今天出民台肥 正對小提出台天都來討論 也請大家摸摸 請大家摸摸 下期日子 下期日版 我們享用事件 還有七十項的 會讓你關心全民議題感 出民台肥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吃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